女人悄悄潜入男人的酒店房间 打开机顶盒 往里面装上针孔摄像头 当晚房间内知名艺人和财阀千金的约会 就被进行了全网直播 而指使人做这一切的 竟是艺人的前妻赫拉 只因在几天前赫拉被丈夫 故意找人灌醉后带到酒店 并且还在网上散播她乱搞的谣言 赫拉一夜之间 从国民女神成为人人唾弃的误会 而丈夫做这一切 仅仅是为了逼赫拉离婚 然后和金主财阀小姐在一起 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 报复丈夫 赫拉决定揭开她多年的伤疤 以同样的方式将丈夫和财阀小姐的事情公知于众 当视频一遭曝光 前夫和女金主的消息瞬间就被推上了热门 而前夫也在一夜间从国民好老公的形象 沦落到出门就被人砸鸡蛋的下场 但是他不可能就这样轻易了事 第二天赫拉就被带到了警察 警察告诉她 她的前夫起诉她非法拍摄 她将面临高达几千万的赔偿 甚至有牢狱之灾 就在赫拉不知所措时 我们年轻帅气的男主小帅出现了 他说他是赫拉的辩护律师 小帅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视频是赫拉拍摄的 还拿出赫拉被拍的视频 和前夫散播赫拉谣言的证明 他说赫拉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一番证据提供下来让对方律师也无力反驳 而警方也只好先将赫拉放走了 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小帅的办公室 赫拉表示他现在身无分文并没有资金请律师 然而小帅却说他这次不收费 因为他想要赫拉和他一起做正义的使者 报复那些为非作歹的财法 面对这种又帅又免费的律师 赫拉心想不要白不要 小帅告诉赫拉 让他只管去完成复仇 其他的事情交给他来处理 第二天 小帅亲自来到赫拉前夫的办公室 前夫在小帅的霸气回击下只能选择撤诉 虽然前夫遭受曝光身败名裂 但他的女金主却反而准备将他升职 让他做电视台的社长 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在三周之内 将他的事情处理干净 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 前夫竟然表示要在公司开发部会 说出赫拉和儿子的秘密 赫拉看到这个消息 当即就赶到了丈夫公司 在后台时赫拉询问 前夫到底想做什么 竟然拿孩子做文章 其料丈夫竟然偷偷打开了麦克风 赫拉冰 赫拉 他要是乖乖乖啊 riv乖跟现实在乖乖乖 Quindi 你还不想说我这家居 你情谈不过一样的事 这不要有什么都不想 永远能够 前夫的话听得赫拉一头雾水 他完全不知道前夫在说什么 而这一切却被会场内的记者听得清清楚楚 见达到效果 前夫得意地撩开西装让赫拉看了看他的麦克服 赫拉这才明白自己重疾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前夫竟然拿无辜的孩子做文章 明星夫妻之间的互私毫无疑问将成为吃瓜群众乐于追捧的话题 赫拉拿出包中的电棒就想要上去干他压的 但是却被突然出现的小帅阻止了 小帅告诉赫拉让他为了孩子也要忍住 不然他真的将面临牢狱之灾 为了帮赫拉找出证据反驳 小帅当即就派人去赫拉孩子出生的医院进行了调查 而从医院那边调查得知 赫拉11年前在医院生下的孩子当时就夭折了 现在这个孩子确实不是他们亲生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 孩子夭折的原因 竟是因为赫拉遭受到前夫家暴所致